TVB最professional的花旦,有富豪不嫁,跑去读书,破产后,46岁的他用知识咸鱼翻身。 陈慧神的大名,很多年轻一点的观众可能没有听过,因为他很早便离开了演艺圈。 但看过都市剧的女生一定都对办公室的职场OVL有过向往,他们穿着鼻挺修身的套装,抱着文件,握着咖啡出没于各类高档的写字大楼,雷厉风行地与各类人谈判,而女生向往的原型,或许就是陈慧神这样的知性女性,她也被誉为最有精英感的花旦。 陈慧神1971年出生于香港,五岁移民美国,后来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,传媒戏出身的她毕业后做了一名主持人,做采访,写新闻,当主播,陈慧神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事情,业务能力相当出众。 1997年,陈慧神的主持功力被TVB的议员高层看中,当时他们正在筹拍一号黄婷V,这部电视剧里面有个角色叫Arcat,他们觉得这个角色简直就是给陈慧神量身打造的一样。 就这样,陈慧神被选中出演了一号黄婷V,正式出道。 1999年,见证实录Ii的脸宝莲让陈慧神彻底走红,他本人干净利落的职场气质和剧中人物非常符合,这也使得这个角色更加深入民心。 2002年的爵士好吧,让陈慧神拿下了事后的桂冠。 在视野巅峰期的陈慧神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退出娱乐圈,不是像很多女艺人选择富豪家人,他选择了继续念书深造。 在香港大学,陈慧神完成了英文硕士的学业,毕业后做起了英文顾问,还兼职在杂志上写一些英文专栏。 35岁那年,他和经纪人钟佳红结婚,2007年因为怀孕,他全面吸引,生下了可爱的女儿。 没想到的是,2012年,丈夫宣布了破产。 那个时候,所有人都在嘲笑陈慧神,嘲笑他终眠落魄,嘲笑他倔强,有豪门不嫁,遇到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人。 所有的媒体新闻用词浅据十分希腊刻薄,他们说陈慧神45岁生日的时候只能吃30元的自主餐。 他搬出豪宅的那一刻,所有的媒体将镜头对准了他。 面对嘲笑,陈慧神不知一词,他说他丈夫破产了,他还没有,二人经济一向独立。 落魄时,他对丈夫不离不弃,在最窘迫的时候,陈慧神坚持完成了博士的学业。 他们后来又搬回了豪宅。 如今的陈慧神偶尔拍拍戏,出席一些活动,剩下的时间,他去有关教育的讲座,他还亲自去了尼泊尔,去当老师上课。 他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无所谓的事情上,每一分钟,都活得很精彩。 经历破产低谷,46岁用知识改变命运。很厉害。